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我们常常讲房子后要有靠 他这个靠山 到底他是真的靠山 还是一个压力 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房子后有靠 但是靠要靠的舒服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你的后面的房子 假如超过你两倍以上 也就是说你是五楼 后面是十楼 他这样子就会产生压力 而还是有靠的一种情况 但是这个靠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就有人帮你 可是你都要听他的 会变成是这一种情况 所以一般的靠跟自己高一点点都ok 你要不要解 高一点点 也就是说可以多个 多个不要到两倍以上 就是三分之二 多个三分之二 一又三分之二 那就三分之五 那假如是说五楼的话 25最多 对不对 除以三 八楼左右 还勉强可以 要不要解 他就多个三分之二的高度 就是说一又三分之二的 这一个高度 还可以当做是靠 但是只要超过了这个高度 九楼 十楼 十一 十二 这个就会变成虽然有靠 可是这个靠山会非常强势 还会对你造成压力 你还只能够听他的 这个就是在后方有靠的时候 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状况 比你低一点点 那就表示你的靠山怎样 无力 说定你还要靠你自己 今天就要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